是可以了 好 從 F22開始嗎 還是乾脆就從 好 那你重新好了 這個重新 不過技術資料那裡重新 還是整個 技術資料 技術資料 那你 來看看 這個 我每一張照片都附有照相的技術資料 所謂這個技術資料 我們來看這張核歡染細灰的記錄資料 第一行 那就表示我採用的器材 威士達是一個相機品牌 那是日本製的相機 那是德國的 以前我們叫西德的鏡頭 那是很好的鏡頭 世界四大名牌的鏡頭 那是1 史內長 那150mm F5.6的那一顆鏡頭 那這個150mm對4x5來講 等於我們現在的照相機像這樣的照相機 是135的 50mm的這樣的意思 大概三分之一 好 那下面第二排 F22 T30 這個意思就表示我照相的參數 我使用的光圈是22 那速度也是30分之一秒 速度30分之一秒 這樣的 第三排就是富士RELA的底片 那是612的長型的底片 那大概這個是彩色附片 是長型 大概有這麼大 長型 光底片就這麼長 光底片就這麼長 那135是小小的一點點 這個是這麼長 大底片 那4x5大底片 大相機去拍的 用長型的612底片去拍 那ISO 這個底片的ISO是100 這樣子 在下面那一排 那一行就是表示 這個相片的地點 在哪一個地方拍的 對 那最下面那一排 那一行就是半光相機 表示這張照片 呈現在這裡的這個相機 我所採用的相機 那相機 在這裡 有大概使用到三種不同的相機 在這裡展覽的 今天在這裡展覽有三種不同的相機 那半光相機用的比較多 我來看相片的特性 有哪一種特性 那採用什麼相機 這樣子 這是第一張相片 給各位做這樣的 那是那個是在什麼情形底下才 在黃昏的時候 黃昏的時候 從何灣山往南投這個方向看 何灣山 所以這個地方是何灣山嗎 這何灣山 它站的地方是何灣山 何灣山 叫昆陽 昆陽的那個山頂上面 昆陽山頂 好 謝謝 這個都有錄影嗎 謝謝 來的